可是很麻煩,為什麼我要在這邊用J藍 為什麼一定要算A B C D E F G H I J 10 當然你可以打個10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問題,藍越後面的你又要算越久 倒不如怎麼樣,直接用這個方式來做 會更簡單 OK 不過將來還是會有機會遇到什麼 如果你後面希望它可以改變的話 而且要配合回圈 就可以用什麼?用數字 也就是說前面是列 後面是藍,它的規則就是這樣子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用J 那如果J大於0.05 然後 後面的話是 負 0.05 這邊的話呢 這邊是小於,把它改一下 OK 特別注意一定要細心 不然的話很容易就出錯了 不標準 所以把不 拉上去就好了 不標準 然後輸出到哪裡呢 L欄 OK L欄 OK 那就完成 城市的撰寫了 然後再check一下 沒問題 就完工 那剛剛同學比較多發生問題就是 Function 業期偶爾 有沒有 然後呢貼上去就忘了把這邊 因為 Function是會回傳 Return 一個結果給自己 所以如果剛剛忘了改這邊的話 也會出錯了 好 那 當然我建議各位 寫完城市 不要急著就按這個 建議還是用F8 租行來看 比較保險 除非說你已經是老手了 不然的話呢 很容易就出問題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按F8 前面有講過就是F8 然後主行來看 如果run個兩三次沒問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執行 F8 有標先放這裡 F8 往下 然後 輸出 不標準 會run這個 Function 每個Function就run一下 OK好 那直接先執行 等一下再看一下 好 那執行完畢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制定函數 那基本上制定函數呢 做法上跟剛剛的那個 也是類似的 所以請各位 制行再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再來的話 那個制定函數 那 我們一樣喔 那這邊要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 有不要放這裡 然後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要直接找到那個 這個 增 增減體重 然後呢 會有個參數百分比 按一個確定 百分比給他 按個確定 直接往下 OK 就做出來 這個怎麼做的 基本上 也是一樣 那 比較快的方法 是這樣的 比較快的方法 第一個 就是直接呢 我把剛剛那個部分刪掉 第一個就是插入 我們一個 什麼呢 程序 那我的名稱叫做 增減體重 所以 這個 偷懶一下 負字 然後 方選名稱的話 叫做增減體重 OK 好了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裡面的參數 特別注意喔 建立方選 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的 方選名稱 第二個 你的參數 也就是說 你要給他 幾個參數 你就在後面 刮鬍後面 就是你幾個參數 他會跳出來 那如果你有兩個的話 你就要 豆點 你要三個 豆點 你要幾個 就請 就是等於是 你要請使用者填幾個的意思 好 那我們的 這個價格